各位,我们都常常可以听到了 研究室要在哪几楼 要多大的房间,要怎么样的设备 其实我也有我的研究室 我的研究室是在社会 是在每一个山的角落 村里的角落 每一个穷困家庭的角落里 我把他们为什么发生 为什么这个家庭需要人来帮助他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个案 好好的去记录下来 统合起来 把这种分类统合 去分析 原来因病而平 这就是我 在慈善工作的同时 深入社会 去一一的做研究 统计 分类 总和发现出来的 不是持继有钱 我是希望 要给 病苦中的人 能得到了 最好的照顾 我常常都是跟他们说 什么要做 什么一定要做 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都非常的坚持 为的是什么 就是爱 当然 我能做到的 只是硬体设备 接下来的 就是希望 能把这一份爱呢 要自我做起 我能奉献的 我尽量的 去奉献 我尽量的 来感动 很多的人 让每一个人的 起出了 那一份的爱心 奉献了 一滴一滴的力量 让无数的 点点滴滴的爱呢 能汇聚在一起 我会想起来 同时 我会想起来 再来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感谢观看